我们先准备两根胡萝卜清洗干净,修去外皮 用擦板擦成细丝 往擦好的胡萝卜丝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用筷子搅拌一下,盐制大概15分钟左右 拧取一个小碗,倒入鸡蛋三个 用筷子将鸡蛋搅散 将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倒入鸡蛋,用筷子不停搅拌 将炒散的鸡蛋倒入碗中,放凉备用 准备一把韭菜清洗干净,去掉根部,然后切成小段 将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点香油 搅拌一下,可以防止韭菜过早的出水 再将腌制好的胡萝卜放在沙布里面 用力的挤干水分 挤好的胡萝卜丝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给它切一下,切成小段 切好的胡萝卜丝放入到韭菜里面 再将放凉的鸡蛋也加进来 加入一点蚝油 鸡精 再加入胡椒粉 搅拌一下,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再将胡萝卜汁里面加入面粉 比例大概是1比2就可以了 搅拌一下 搅成这种棉絮状 再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软硬丝中的面团 将面团移到案板上面 搓一下,搓成细条 再用刀给它下成小剂子 撒上干面粉 将它打散 剂子的切口朝上搓圆,按扁 用擀面杖整个的擀薄 再将整个的外圈擀一遍 这样就可以了 再打上我们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来一个非常慢的动作 大家可以学一下 右手的拇指捏住一片面皮 不停地往前面打折 打满一整圈 然后再整理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将它们摆入蒸笼里面 蒸笼一定要垫上垫子 没有垫子的话刷上一层薄油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蒸10分钟 热气腾腾的 颜色非常的诱人 胡萝卜包子这样做 非常的简单,快速 不用发面 早起半个小时 就可以做全家人的早餐 营养又美味 我们来看一下 皮薄,现大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韭菜的香味 搭配着胡萝卜的清甜 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味道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鱼,拜拜